站在大冷扇前 瞬間小鼠 富人吹完再換下一個 因为苗栗车站没有冷气 好在一早阴天没太阳 否则早就全身汗 有民众投诉 现场一共三台雪冷扇 只有一台朝着旅客方向吹 检票口左右两边 疑似角度对准了站务人员 独厚台铁员工 没有什么差 一样很热 苗栗车站是绿建筑设计 总经费高达1.7亿 未加装冷气 过去曾因为室内35度高温 被诟病成了大烤箱 台铁紧急调派水冷扇 来解热 但如今风扇的角度 再度引发争议 角度稍微调整一下就对了 实际测量上午站内温度 大约27到28度 虽然不算热 但加时没风 空气又不流通 同样闷得慌 那一定要调整好 对旅客的这个方向 台铁解释 检票口外两台水冷扇 主要还是吹向赖往旅客 并非独厚员工 但站体这么大 光靠几台风扇散热 如何改进 台铁得多花脑筋 记者彭志明 韩德西湖彭新 苗栗报导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 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 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